大典中 庄严慈悲的大金佛 坐镇在佛殿正中央 在两侧悬挂的水晶灯照耀下 耀耀生辉 在佛光普照下 每一尊圣物 均是无声的说法 处处闪烁着佛教历史的光辉 大众进入殿中 纷纷手捧莲花灯 在佛前前行助导 并供奉在水中漂浮 点点的烛光 如同诸佛的慈灰 点亮人们心中的湖底星灯 照破三土之游暗 让世界更洋溢光明与希望 随后海陶法师慈悲领众 来到大殿中共灯礼服 并带领大众虔诚诚经 清脆的佛音泛声 如海潮般萦绕 回额的圣殿 滋润大众及十方有情的心灵 使现场洋溢无限的发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海棠法师不断挥动慈悲的手 骗洒滴滴干露 大众跟随在后 走在石头古道上 绕行古佛塔意念佛恩 缅怀世尊慈悲度众的奔怀 并领略古代修行者辟荒禅教 慈悲嫉妒的伟大行迹 为唤醒众生心灵的那片净土 而踏上弘法立山的旅途 让十方有情身心 徜徉弥陀清净了土 当日行程最后一站 大众来到吉祥生命护生园 附近的湄公河畔参与放生 沿着造型特殊的龙行阶梯 依次步行而下 来到其实凌寻的沿岸边 静密的湄公河缓缓流过 居士们在岸边修持烟供衣柜 阴暈缭绕的烟雾扶摇至上 传达至穷仓 绵绵的咒音与天地 交织成雄混的自然乐章 宽如天籁福音流泄四方 以记下四方有情 听见说 至少放个七只 乃至放个十八只 小一辈子的恶业 然后你可以用很多名字 自己观想 不用报名字 只是把这个六千公斤 大家都来布施好不好 你要布施一千公斤也可以 当然越多越好 这个河好大 雨好多 静仰 念一下放生就畜生 诗诗渡鬼道 诗诗渡鬼道 诗咒破地狱 诗咒破地狱 所以我们天天都这么做 帮助三恶道的众生 因为诗杯是最大最大的功德了 在连绵不绝的宋经声中 大众排成人容 同心协力拉起帆布 形成一条长钩 让鱼儿顺势依序滑下到岸边 从获自由的鱼群 进入河中后 兴奋地不断在水面跳跃 见起阵阵的水花 奔向大河的怀抱 现场洋溢 以一片欢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